大家好,我叫吳思惠 我叫哈哈,大家可以叫哈哈 我去了一個人的旅行 大家對一個人的旅行的印象通常都是很孤單很寂寞 大家會問我說你為什麼要一個人去? 你那有認識的人嗎?我說沒有 然後他說有人跟你去嗎?我說沒有 那你英文好嗎?不太好 然後就是,可是還是決定去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問,就是一般人問的這些問題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那我講一下我決定的動機 我說我是在大三結束的時候決定去的 那在大三之前我其實很熱衷參加社團活動 那我參加了,對他知道他也是社團人跟我同校 然後我參加了國佑社就是到偏鄉地區去服務的代理隊的 那也當了隊長 然後我在工程組 工程組是一個在舞台幕後燈光音響工程的一個組織 那那個組織工作非常繁重 然後我是個企圖卻很強的人 所以我在兩個社團上面我都很積極的努力的去處理這些社務 然後把自己搞得很忙 然後計劃表塞得很,就是我的行程表塞得很忙 但是就是經過了三年這樣子忙得昏天暗地 忙到我身體也不好,然後都沒有睡覺 對,然後我就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做的這些事到底為了什麼 那其實我當初自己在想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我做的這些事情其實我是在滿足別人的期待 對,那我就開始問我自己說那我真的想要做什麼 因為其實我在拚這些社團業務的時候 我其實想要得獎,我想要得到別人的讚美 那我想要讓大家看到我 但是這件事情是我真的想要做的 我其實覺得我一直活在別人的期待裡面 那最後,我會決定出去的動機 好,說實話是失戀 他講到我笑 這是一個我很少講的秘密 他還公開講出來 對,那時候 我是一個很衝的女生 然後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但是我為了他改變了我自己 那我改變成了一個我不喜歡的自己 那之後還是被甩了 然後 對,然後我就 在一個 那時候真的對我打擊非常大 我就想說 我已經關在樹這裡哭了一個禮拜 每天用一包樹結衛生紙 這很誇張也沒睡覺 一直哭哭哭,哭一個禮拜這樣 然後想說不行,我再待在家又死掉 然後我就出去逛基隆廟口 就逛一逛,逛到禮拜還哭了 我就自己哭了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 來了一通電話 是那個 遊學重結 他打電話 他問我說 欸,你最近對出國旅遊沒有興趣 就是對遊學的規劃 我就,那時候就是心情很低落 我想,一個轉機 我說好 然後就聽了 然後就這樣 就出去了 對 對,那 這是我小秘密 跟大家分享 哈哈 大家都知道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對 然後 我簡單說明一下 我在國外的經歷 那因為等一下我後面的簡介 主要以我的心路歷程 還有我的學習收獲 當主軸 那這些是 所以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那我剛才一去的時候是做了半年的遊學 那遊學裡面 呃,我出國前我的多一大概是六百六 那 在 其實沒有到很厲害 沒有到很高階 對,其實我有點害怕 那時候 可是出國之後 我在語文學校做了語文測驗 我竟然是全班第二高分 然後 所以 我其實在那裡也沒有學 就是直接跳過技術語言課程 我直接做了 Business English 還有 呃 就是有做一些 promoting的一些 直接實境練習 實戰練習 直接去跟當地人接觸 然後 就也做了一些project 然後 在半年之後 我第一份工作是加持大賞 第二份工作是基金分付款人 就是一個類似Door to Door Sales 你就 每天去 一呼一呼人家敲門敲門敲門 然後講一樣的台詞 然後跟人家拉賽 就有點 像業務這樣子 那 這份工作非常特別是 因為我本身之前就一直在做 就是社會服務的工作 像我從 國中開始就在 呃 做 醫院的 那個叫什麼 就照顧老人的 什麼 之家 護理之家 對 護理之家嗎 對 護理之家做 就是每個民法律去服務老人 然後跟他們互動 然後到 呃 大學的時候 也參加了三年的國幼社社團 然後也當了隊長去服務營隊 然後 這 這要講很多我可以偏提一下 我想講一下社會企業 就是 我剛才聽到有點熱血 對 就是我在做了 呵呵 那麼多服務 然後 我來這裡 我也是抱持了一種想要服務人的熱忱 然後去應徵了這個工作 但是你知道這個工作非常特別 所以 我們 當初在Promoter的計畫是 要求贊助人 每個月捐20塊美金 然後是Open-ending 就是 每個月 20、20、20 如果你答應了 我就每個月扣款 那 除非你說中止 我才中止 那如果你沒講 我就繼續扣下去 那我只要拉到 一筆20塊的美金的 一筆 一筆 資料 對 一筆客戶 他就直接給我200塊美金的 Commission 我 他不管他20塊捐多久 他只要捐了一個月 我就拿200塊 所以他 我 那時候我困惑說 這是什麼營運模式 這到底 這筆錢去了哪裡 然後 為什麼這200塊哪裡來的 就是一人困惑 然後我跟當地人聊的時候 我說 我現在在做這份工作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當地人給我的回應是 對啊 西方社會現在資本國家 都是這樣做 他們把一個慈善機構 很資本化的營運 然後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這麼商業化的 做這些 做這些慈善活動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我也在 從中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回來之後 我做了很多社會企業的研究 不敢說很多 沒有你們多 對 那我現在目前 我對社會企業的 我希望呈現了 我理想中的社會企業 是讓這些弱勢的人 讓他們感覺被需要 而不是我們去幫他們 對我覺得最好的例子是 在台灣我看到一家 一家公司 他請自閉症的人 當員工 幫人家key in 資料 那這些自閉症的人 因為他們有先天優勢 就是認真做得住 然後有些潔癖的 一些執著 所以他們聽音資料的 精準率比一般人還要高 那所以這些大醫院 願意付比別人高 一成多的錢 就是請他們 而且就是 客戶中成率很高 因為他們精準度很高 對 那這些本來自閉症 被人家說 找不到工作 不知道他們用在哪裡 然後接受補助的一群人 現在是被需要的一群人 人家願意花更高的價錢 這是我理想中的社會企業 對 所以我覺得 看待弱勢的方式 我覺得他們只是一個 還沒有被開發的資源 對 那 好 我是兩分鐘耶 我在講第一耶 好 然後我做了中醫翻譯 然後我又做遊艇保養清潔 那這是我遊艇的工作 非常漂亮 好 那我簡單做一下 我的旅遊娛樂 我去來威斯爾滑雪 這是我滑雪場 滑雪快死掉 這個是 它真的是 大家看起來很輕鬆 其實它是個極限運動 我 就是滑完第一天 我覺得我 全身沒有跟骨頭是接在一起的 對 然後 我是 那時候 它有分初階高階跟中階的滑雪道 我第一次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直接從高階滑雪道 一路就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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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滾 對然後 而且它是 我是滑這個boarding 它是把兩個腳綁在一起 所以 所以 你一開始你的站都站不起來 我想像把腳綁住 坐在地上 你要怎麼站起來 你只能用手一直搓搓搓 就是 搓個五十次才站起來 所以搓手 當然有時候也站不起來 然後就 因為那個是山上 所以也沒什麼工作人員 你就被困在就是 一片白茫茫之中 你只能往下滑 對 就是 倒在那裡 你要用滾的滾下去這樣 然後 Rocky Mountain是他們的一個國家公園 然後 喔 我在Rocky Mountain做了 Hitchhike Hitchhike就是 打便車 對 那是一個很酷的體驗 我覺得這件事 一個 我自我突破很大的過程 就那時候 因為我要去一個今天 然後我買了公車來回票 可是我記錯了時間 那我要再買下一班公車票去的話 我連回程的票都浪費了 就是 我在買下一班 我到了那裡 我的回程票就又過了 對 所以我不想浪費我的回程票 那我又去不了 所以我就當街纜車了 對 那 剛開始決定要舉起大五個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有多困難 我為什麼走一走 在國際 嗯 就算了 好 管他的 就是一個 非常自我掙扎突破的過程 然後 Polybius Wings 他們一個 跨年夜的隔一天 就是1月1號 20141月1號的時候 那也非常冷 你可以想像加拿大很冷 都在下雪 那我們 直接跳進 就是大家 手牽手一抬 然後跳進海裡 就是 再衝起來這樣 一個類似 洗淨的過程 而且那時候真的 你感覺不到冷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冷 一直覺得叫痛 趕快 全身有千萬根在炸裡面 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非常瘋狂 然後我去了 San Francisco 然後參加了大麻圓遊會 那圓遊會 就是那裡一堆人在賣大麻的產品 例如 有大麻那個 被子蛋糕 把大麻拉在裡面夾 然後走過去 每個人這樣 茫的就是 呵呵呵 因為就是self conscious 自我意識 呃 它不是 直接方式不是叫自我意識 而是 像有些人在台上很緊張 然後會覺得 我頭髮有沒有亂 我褲子有沒有穿好 就是那種 自我意識非常強 然後會非常自我 焦慮的那種狀況 對 那我以前 因為我是以前是個 完美主義者 對 所以我很 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 導致我做每件事都會有限制 那 我到國外其實 大家覺得我很勇敢 但你知道嗎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我連 我不敢一個人進餐廳 我其實self conscious 非常嚴重 對 我連坐公車都非常緊張 我做每件事其實都很緊張 對 大家都覺得我很勇敢 其實不 對 我在內裡就是 嚇要死 可是我覺得 我決定要突破勇氣 非常勇敢 然後我最後做到了 好 那這是我學到的東西 這是我之前一個 攝影廁計畫 就是一個project做的作品 才不是我 然後 我覺得 我真的有人抱我 我真的有人抱我好不好 我抱 有人抱我 有點強 好不好 那個人 國生那個人 好不好 好 我覺得這是大家非常缺乏的東西 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覺 因為我們太常接受一些 說 數學有方式 或者是 SOP這些東西 可是其實有時候 直覺 是最聰明的選擇 跟你 就是 做對事情最快的捷徑 像 擁抱很 我在內 我跟大家分享說 欸 對那裡也很習慣擁抱 然後 他也台灣人就問我說 那如果有個外國人這樣 走向 你要怎麼辦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 他說 你要抱左邊 還是右邊 親眼睛要這邊 還是這邊 還是這邊 然後或者是說 你要什麼時候張開手 之類的問題 你手要放上面 還是下面 還是這樣 可是其實擁抱非常簡單 它是一個很直覺的動作 你看到對方 你很開心 你就是張開手 他們就這樣抱了 其實我現在 很懷念那個 擁抱的溫度 跟朋友之間的那種親密感 對 那我覺得 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好不好 不用什麼式的SOP 不用問我手放哪裡 擁抱就是張開手 就是 用心去感受對方 然後 還有跳舞沒有技巧 就我常去那邊的很多夜店都不怕 然後 像日本人 韓國人跟亞洲人 他們其實不太敢跳舞 不太敢秀自己 但是一樣 就是享受 你自己的直覺 去相信自己 就是 放鬆自己 你聽到音樂 你就是會跳舞 搖擺就是跳舞 其實那裡 在舞池裡面的人 也沒有很會跳舞 你只是跟著音樂搖擺 那就是要跳舞 所以你不用去想說 我一定要跳HIP HOP 我一定要跳Jazz 我覺得就是 跟著自己的身體表達自己這樣 然後表達不一定要有語言 大家會覺得 我英文不好 我英文不好 這是我在台灣聽到最多的 就是 一件跟我亢奮的事 可是我覺得 表達不一定要用語言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 對面有一家POP 叫Peters 我在那裡打過了一天的工 那那家店 很多外國人都是海員 那他就是 有一次 我被臨時徵召過去 因為有一群法國的海 海員 要在那邊辦Party 然後辦到領德四點 這樣 然後我就去做了一個晚上的Bartender 然後我會被老闆找去那裡打工 是因為 我曾經跟一個美國人在那裡聊了一整夜的天 他覺得 欸你英文還不錯 然後我說你可以來電影幫忙嗎 我說好 然後可是在之前 那個老闆其實也自己跟外國人 就是可以聊天 可以表達 然後問到這英餐 國菜好不好吃啊 或點餐 老闆其實都沒有問題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打工之後呢 老闆只要遇到任何外國人都說 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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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懷疑自己 他覺得有一個英文更好的人站在這邊 他就覺得 我英文不會了 可是其實 表達不一定要用 不一定要用語言 最明顯的例子是 那天晚上 法國人全部都喝醉了 非常爛醉 所以他們其實不是在講英文 他們講法文 然後 就有一個法國人很醉來跟我說 就是跟老闆說 阿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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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老闆就說 英文交給他 然後就 欸欸講英文講英文 然後我就來 阿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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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他說老闆這是法文 對 所以 可是我最後還是就是 幫他倒了酒 我只有比了就是台上的酒 欸這一瓶嗎 不是 這一瓶嗎 不是 這一瓶 所以我覺得表達不一定要 一下 對 表達不一定要用語言 所以 我覺得大家對英文不用那麼害怕 像 就是我多一也沒有很好 我也沒考過亞斯 我也沒考過多一 可是我還在那裡生存下來 我還是通過面試 我跟當年一起競爭 所以我覺得 對表達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好不好 你的肢體語言就是最好的表達方式 對 直覺就是最好的SOP 喔我要做一件事就是 在洗遊艇的時候 你現在遊艇那麼大燒 然後 嗯 嗯 我剛才工作的時候 是一個中國老闆 他叫我說 你要從上面開始灰塵掉下來之後呢 你要用什麼清潔劑 然後把擦乾 然後把手一定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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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SOP 好我認真地做了 之後 我看到一個加拿大老闆 然後來了一個智利的人 然後他是第一次洗船 他一樣把船洗得乾乾淨淨 然後那個老闆叫我教那個智利人 然後我發現我叫的都廢話 因為洗船其實 就是 就算你不講 就是目標就是洗乾淨嘛 管你怎麼做 你就洗乾淨就好 那些SOP其實可以透過你自己的 嗯 要去 嗯 你在想到要怎麼把它洗乾淨的時候 你就會從中過程一直自我修轉 修轉出一套你自己的SOP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執著在 一些流程的SOP 一定要從每件事都要有SOP才敢去做 我覺得就是傷心自己的直覺 然後無聊是珍貴的時光 剛才他有在講到程上很無聊 等一下想想看 你們高中 國小 國中的時候 上課無聊的時候在做什麼 我上課無聊的時候在做這件事 就是畫畫 我發現我創造力最好 最多作品的時候 就是在上課無聊的時候 我是個無法專心的人 我從小到大學甚至到現在 我沒有真的專心上過整堂課 對 那我就是利用這些無聊的時空 發揮自己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無聊是最珍貴的時光 那在構成中 你也可以與自己對話 因為其實在國外你雖然認識很多朋友 但是那些朋友其實都是過客 你真的自己在家裡的時間非常長 你真的是沒有親人 沒有真的跟你談心的人 你真的是自己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 真的你不是一個人 而是為了留一個位置給你的新朋友 對 因為像我常常一個人出去逛街的線畫 那可能在咖啡廳就可以跟人家聊幾天 或是去禮品店 他很多禮品店的那個明星片都是攝影師自己做的 他們就是一個禮品店就是一個主題 那就是那個攝影師的作品 那我就可以跟那個攝影師說 欸我喜歡你的作品 或是跟他閒聊一些東西 那就是我常常就一個人走在路上 就認識很多朋友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可是當你真的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想盡辦法 就是悶到爆的時候 你就會想盡辦法找個出口 所以你要把自己逼到極限 對 這是我萬聖節的照片 那拋開自己用心靈聽 嗯 就是我以前 當然我剛才講過 我是個完美主義的人 做每一件事都非常用力 但是我卻沒有好好去 我每一件事都想追求完美 但是我沒有去顧及到對方的感受 例如說我在 在跳蚤飾營隊的時候 大家知道 跳蚤飾營隊就是 可能每天學校待一個半個月 就跳到下一間 沒有在當地學校生根做一個活動 而是只是去帶一個營隊 然後跟他們 可能做一個遊戲跟教學什麼的 然後就走了 從此以後就不會再聯絡了 以前我會想要把這營隊辦得很完美 像給小朋友一個童話故事的感覺 可是之後我發現說 他們真的需要這些東西嗎 他們列在教育部上面 受補助國小的清單 然後大家一無風湧過去 然後帶了四天的營隊 然後走了 然後也沒有跟他們再聯絡了 我覺得我們沒有真的關心到他們 那我們只是給他一個幻想 然後又破滅 對那 欸我怎麼會講到這個 對我現在學會就是 就是我當初一直就是 一直想要把這個童話故事 做得更美更美更美而已 更精緻 讓小朋友玩得更盡興 可是我現在開始去聆聽他們說 我現在服務的對象 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那我的實力點 實力在哪裡 那些精緻的包裝其實都不重要 然後擁抱差異學會讚美 那裡的人真的給我很多讚美 像我面試的時候 我剛開始很沒有自信 可是那些面試官還是說 wow you're fantastic yeah that's right that's good 然後都從來沒有批評我過一句話 我真的面試到現在我真的是 我大概面試了有五六七場吧 對那些面試官其實都對我很好 然後就是他們當地人的回應方式都是正面的 都是鼓勵的 對那我現在也學會讚美別人 對我以前可能都會很很很批判性的去看一些事情 像我在看一場活動會想說 欸問題處在哪裡 會一直找問題 可是我現在學會怎麼去看優點跟學會讚美別人 然後與世界的連結就是 認識很多世界的朋友之後呢 我開始像我最好的朋友是來自墨西哥 這個是我使用 然後你看認識他了解他的故事 那以後聽到墨西哥的新聞 欸這是他的故鄉欸跟我好近 我會覺得我曾經跟墨西哥這麼近 那我會對他們的事情都關心點 像他是巴西人 他是日本人 台灣人 對那認識各國的人之後 我會覺得世界不再那麼遠 那他們就在我旁邊 那旅行的意義 就當藉口不存在的時候 像平常你在繁忙的工作 你會覺得 欸我工作 我想要看書 但是明天要開會 明天要報告 我作業還沒寫 沒時間看書 我很想看書 只是我沒時間看書 但當這些藉口不存在的時候 你真的要看書 說不定你真的就不喜歡看書 說不定你喜歡的是畫畫 說不定你喜歡的是跳 對 所以當這些藉口不存在的時候 你有很大把大把時間 自由運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你自己真的到底喜歡什麼 你真的想要做什麼 那就是發現不同的自己 然後我覺得這點是我現在一直在努力的 就是對自己誠實 就是我現在在 昨天我參加一個比賽 然後也是報告有關社會企業的事情 那他們是說就是也是要拉 就是要投資這樣子 那他們在問我 我研究社會企業跟我自己生涯規劃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講得出來 但是我沒辦法真心的講出來 所以我選擇回避掉這個問題 然後我輸了比賽 對但是這是他們非常重視的一點 對就是我在回答我自己未來跟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很認真問自己 這件道是我喜歡的 或是我真心想做的 對那 因為以前常常上來報告常常PPT 因為當社團經驗很豐富的時候 其實很會屁話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要我講這些東西講得出來 我可以講得很漂亮 可是最後一刻我縮手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不是我真的要的 我還在尋找 對所以 我覺得輸掉比賽我沒有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還要找到 一個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再去努力這樣 好謝謝大家